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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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隊入職門檻降低 低度離曬大譜 港府大陸招募公務員 目標是雙非兒童 慘 香港淪落到和索馬利提齊 他議會新制度 有他講無理講 講不聽就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4日 星期四 我是May 警方宣布本月5日開始 調整三項警隊入職要求 並適用於警員、兼職督冊及附警警員 其中包括增設警員中英文筆史 取消投考者身高及提寵最低要求 以及容許投考者配戴眼鏡或隱形眼鏡 進行視力測試 但是維持釋角測試要求 警方人事部人力資源科總警司 郭美森表示 今次調整是拆牆鬆綁 提供彈性廣立人才 讓更多人加入輪選 他說身高提寵只係硬指標 拿走換纜更能夠全面審視投考人才能 不是說差多少cm夠不夠重 至於增設中英文筆史 郭美森強調 筆史主要比未達中學文筆史中英文第二級的投考者 事卷大約有60條MC選擇題 答題時間為60分鐘 通過筆史即等同 DSE中英文考獲第二級成績 且成績永遠有效 對此有網民表示 不明白究竟要失手失成點 才拿不到DSE二級 不如直接取消DSE要求 用小學畢業成績就可以了 畢竟以前六、七十年代 小學未畢業就可以當差 哎真是北方越下 越下越差 有網民嘲諷 不就回到以前的年代 讀不成書去當差 還聞到肥佬 究竟怎樣看文件 還有呀 第一 市民報案 用不需要自己寫賣壯子被口供的? 門檻那麼低 我家樓下的康奸都夠資格 一班年藝俊都不收的人 每人給架槍他們就戒走 難怪PK說到香港比虐彈更恐怖 說就說降低要求不代表降低水準 但人才標準降低了 那還是不是人才? 難道將來要市民保護警察嗎? 上一年度香港公務員離職人數創下新高 5月3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賀佩恩 回覆立法會議員書面質詢時表示 正積極吸引不同背景人士加入政府 包括向在大陸讀書的香港學生進行宣傳和照評工作 網民推測政府向雙非學生招手 在2021至2022年度 離職公務員人數達10487人 倉下歷年新高 在公務員離職人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 對於政府如何加強照評一事? 楊賀佩恩表示 局方一直留意照評情況 制定人力計劃 適時展開照評工作 填補空缺 楊賀佩恩指 政府的招聘宣傳工作 除了以本地的畢業身為對象外 亦會積極吸納內地和海外畢業的香港學生 各部門近月已經加強在內地 向這類學生進行推廣宣傳和照評工作 警務處和其他不同職系都已經 或者由計劃到大陸進行招聘 在聘用持有非本港學歷的申請人前 有關學歷須經評核 為與入職要求的本地學歷相約 楊賀佩恩表示 過去三年共有超過200名 持有大陸學士學位的公務員職位申請人 需作學歷評核 與申請人同時持有大陸及本港學位 則無需進行學歷評核 因此他認為實際獲聘持有大陸學歷人士 的數目獲回更多 《基本法》規定 公務人員必須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有學培恩指 為方便在香港以外考生 政府在海外和大陸七個城市 舉行綜合招聘考試 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 和相關職務招聘考試 以2020至2022年為例 香港以外考場 符合報考資格的每年平均報考人數 約640人 當中約有280名 考生報考在北京舉行的考試 政府計劃在2023至2024年到 在上海加設考場 並審視未來是否需要 在更多大陸城市舉行招聘考試 有網民不解政府 又要招聘永久居民 但又去大陸招聘 即是怎樣? 有留言回覆指 政府似乎有意聘請 與大陸關係密切的偽港人 比喻之前那些拿了香港身份證 但又沒有在香港住過的雙非兒童 2000年初至2012是大陸人來港殘子高峰 當年那些兒童 現在很多已經成為大學生 受過大陸教育 在紅旗下長大 又有香港身份 不只可以成為公務員 還是未來管治班子的不宜人選 《武國界記者3號》發布 2023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香港在全球18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行 第140位 屬於艱難狀況 和瑟瑪麗提侵 有市民感嘆 失去新聞自由的香港 高官滿一一說好香港謊言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調查各地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等架構 脈絡和安全性五個方面 挑選記者、學者與人權捍衛者回覆問卷 並量化統計記者和媒體受侵害的事件 得出總評分 該指數由2002年開始 當時香港排名第18位 2021年排低80位 2022年大跌至148位 今年提高8位至140位 僅高於瑟瑪麗等第三世界國家 無國界記者、東亞辦事處、行政總裁 艾偉昂對美國之音表示 少幅上升不代表香港的情況有所改善 13名記者及新聞自由捍衛者仍被囚禁 因此不能說香港的情況有所改善 艾偉昂卒指 越來越多香港記者離開 紛紛在海外成立新媒體 這些情況都反映出香港新聞自由的狀況 有線財經台前台長南寶剛表示 香港排名起初是全球前20名 現在靠近新聞自由落後 已知專制的國家 情況讓他感到相當可惜 他希望外界繼續關注香港新聞自由 並支持應在香港工作的新聞工作者 學者鍾建華亦認同指 香港新聞自由的情況仍然嚴峻 他舉例說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多次點名批評 刊登於明報的專制漫畫 香港政府無停止以先動罪作出控告 同時還為《基本法》第23條和《假新聞》進行立法 因此香港在政治上的處境無改善 市民李先生對看中國說 社會是一個生態圈 新聞自由對維持生態圈平衡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政府只是生態圈的一部分 現在政府要斬殺了整個生態系統 包括新聞自由、公民社會、法治等重要造成部分 換來的結果當然就是遼秀山 他俗指 願生態圈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可以自我糾錯、自我改善 現在得一種聲音 雖然大家都知道 這是社會走向極權和失敗的標誌 但在謊言之說下 高官們每天都睜大眼說謊 說好香港故事 失請是說好香港謊言 香港族特首選舉和立法會之後 區議會選舉制度亦全面改變 5月2日港府宣布 區議會議席將由479名減至470名 其中地區席選議席僅保留良性 為歷年最低 其餘議席則由地區間選給委任隨意待之 改制後 區議會主席改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 並爭設區議員理職監察制度 對行為表現不乎公眾期望的區議員進行調查 當局因此列出11項負面行為清單 包括是 無合理理由之下 不履行主席自派的任務 無辜缺席會議 個人行為極不檢點 及擾亂會議秩序 另外 在未得主席同意下發言 插話、發言離題、重複 及在會議上拍攝直播等 都可被列為不乎公眾期望的行為表現 涉事議員若被證實違規即可遭懲處 按嚴重程度作勸喻、警告、罰款 甚至暫停職務 並在停職期間按比例扣起有關議員伸進 對於這個新制度 民協副主席、深水埗區議員李亭鋒認為 會議不時針鋒相對 新機制沒有保障言論自由 相信對建制派同樣有影響 他強調無論議員或官員都是這麼高更大 政府又以何準則決定議員行為是否正確 陳擔任南區區議會主席的羅建希形容 深制度豪詞效規 限制了區議員幫助市民的方法 而西貢區議會主席周賢明則表示 政府提出新機制 只在體現行政主導 即使削減直選議席 增加提名門檻仍不放心 想做到滴水不漏 說實話 清單內容應該可以加多幾條 例如不要過界、去廁所前要舉手 不可以睡覺和玩電話等等 至於違規者 應該要罰鈔效規 有網友就覺得負面行為 清單次公司條例多些 看到第一項就可以 可以斷定將來的區議員 切切實實變成一般公司的打工仔 另外有人認為 所謂的公眾期望幾乎都跟公眾無關 甚至覺得公眾已經不再代表大多數 可能將兩個字拆開來解讀較為合適 先阿公、喉民中 又或者有阿公、無民中 亦有網友表示 這樣與簽生死狀有什麼分別 都是不要做區議員啦 做社區主任啦 自己社區自己救 可以想像得到 之後開會應該會跟中央開會一樣 大家出來說一堆東西 之後全部同意 只有一條路很難走錯 因為走錯路的門口都進不去 好 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 報導真相 爭辯示威 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記得like、share 多點留言 盡量幫我們看廣告 多謝了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